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去年造成轰动的雄争舞斗全国街舞大赛 日前在高雄举行决赛 总奖金是高达50多万 而市长陈勤迈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 不仅是肯定舞蹈团体的精彩演出 他还跟着主持人摆出了街舞的姿势 并且也邀请贵宾还有明代一起来共襄胜举 期待推广街舞文化也传递年轻人的影响力 决赛颁奖前举行K-POP即播即跳赛事 入围参赛者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竞争激烈 最后这位年轻女孩技高一筹脱颖而出 所以她就冠军了 对 你很小心运的你 高喜啊 街舞的人很多 对 跳街舞的朋友 所以我刚刚看了这个 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明年跑 那个青年局 OK啦 OK这样可以啦 对 青年局局长 这样可以啦 这样可以啦 这个最实际 加倍 鼓励大家 市府青年局举办雄正舞斗 全国街舞大赛 今年吸引全台超过 470位舞者同台较劲 争取总奖金51万元 市长成型拍颁奖时 不仅承诺明年奖金再加码 还跟着主持人的指示 摆出街舞姿势 慢慢市长我们屁股 自己挖过我们的左边 这是国标舞的动作 诶 市长蛮变准的 对 没有在这里 但这还不够 市长干脆邀请在场的明代贵宾 一同上场挑战难度不低的街舞pose 展现力挺街舞文化的决心 但因为难度颇高 顿时趣味恒生 今年街舞大赛的竞赛内容 分为排舞竞赛 Battle竞赛 K-POP 吉波吉跳三大赛事 总奖金高达51万元 尤其是当宣布排舞竞赛公开 兴奋的在舞台跳跃 展现街舞的活力 两个抓住 你两个抓住 太早动动了 太早动动了 他们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今年主办单位也邀请到美秀集团 进行充满台式摇滚的压轴演出 期待借由表演艺术竞赛 给予年轻族群展现的舞台 藉此推广街舞文化 传递青年的影响力